Hello 大家好 莎姐 大家又看到一個Excel表 今天不是跟大家講會計 是講我自己的糖尿病 鼓勵大家真的不要偷雞摸魚 真的做足應該要做的事 今天在醫院的時候 我們是拿報告的 因為在20多號 上個月尾20多號 我又抽血 驗我的新陳代謝 因為大家知道糖尿病會有很多病發症 所以其實要看看你的新陳代謝是怎樣 會不會已經是有病變的問題 醫院不是只是負責新陳代謝 聽到有個姑娘 又在問阿伯你有沒有帶那個血糖肌 阿伯說不見了 然後姑娘說又不見 後來 到阿伯真的見專科護士 真的要跟她聊天的時候才說 一天要刺六次手指 我怕刺的 然後護士才說 不是一天六次 是一星期六次 以早晚餐為兩次 即是早餐是一對 所以只要找三天或三餐的時間去做 不是要天天多 也跟她說 阿伯說我很怕痛 那姑娘說 你多久才刺一次 她說一個月一兩次 我說你老闆 你還豪過我 我記得我當初也是 一星期就要有三套 每一套就是一對 即是一星期要刺六次 後來情況是有好轉 才一星期一對 你老闆你還豪過我 一個月一兩次 還未必是兇討 哇 這個真是好東西 這個老闆 後來護士就建議 一些不需要打 不需要刺手指的 不知道 裝什麼東西在手上 你就可以監測到 你的糖尿 這個就沒有深究了 為什麼要給大家看 看了一個報告 其實都值得鼓舞的 因為大家知道 莎姐 接下來 4月4日 就要見 麻醉科醫生 就會決定到 我5月4日 是不是可以進行手術 其實是有擔憂的 如果不是我又要重頭 玩過一轉 那十幾個程序 我會死 所以很努力 今天出到 2月底的抽血 結果是令人鼓舞的 我給大家一些資料 其實我當初在 11月22日的時候 那個胸腹的血糖 是10.9 你看到 我吃了一個 其實我吃了一個月 弱了 我已經在胸腹的時候 7.4 這個 為什麼會降得這麼快呢 我除了有吃藥之外 我戒了所有甜的飲品 例如 我以前是早上一杯凍檸檬茶 下午一杯凍檸檬茶 我在這段時間是戒了這些 我依然有喝凍檸檬茶 不過是酒甜 所以這些糖分就已經戒了 其實是每 所有凍的甜的飲品 其實糖分是很高的 你差不多喝一杯 那天的糖的攝取量 差不多 已經是拜拜 所以 你看到 我只要一戒了凍檸檬茶 戒了痛的甜飲品 數字就由10.09 變成7.多 接著 在這 兩三個月 現在剛剛是四個月 因為那時候是 十月尾 發現的 是浮浮沉沉的 有時是6.9 有時是8 7.多 好看我附近是吃什麼的 7.5 後來你看到12月中 基本上是穩定7.5左右 有一天 有一次是特別誇張的 可能就是那段時間 聖誕食多了少少古靈精怪 特別誇張 所以你看到的 是初初 是降得很快 然後慢慢吃回正常少少 就會飄升的 然後 基本上都是7.多 到現在 有一次是8隻 但都基本上是7.多 然後到2月初 那時候 就有6.多出現 到今天 我自己再檢查 都是6.3 即是說 這段時間開始 沒什麼機會是8 或者7.多 就是6至7 左右 徘徊 在2月20幾號 那個抽血呢 其實 我現在的血糖化息數 是6.9 就是6.9 有些是說 你平均血糖值 血糖化息數 即是怎樣 現在我6.9 就很尷尬 因為 它理論上 如果血糖化息數 是7 那你就屬於 需要警戒 即是警戒線 即是屬於 中度 危險 即是 7 就是 踩到陷阱 我現在是6.9 就在安全區 但其實 就是 你只要多0.1 就踩到旁邊 即是陷阱區 所以 其實我的姑娘 都覺得 4個月 由10.9 跌到6.9 其實是 OK的 做得非常之好 但如果我想 真的 毫無懸念 那就要6.5 那就最適合 我現在在7以下 都是達標的 然後 還有其他 例如 他會幫你驗 新陳代謝 就會幫你驗 一些 血液 尿 看看你的腎功能 大家放心 莎姐 就說 叫做 大步 濫過 我的 腎膜病變 完全是沒事的 左右眼都沒事的 另外 腳 是完全沒有 周邊血管病變 腳 感覺神經 全部沒事的 腎功能 非常之好 好 我沒有神規 這個時候 就在這裏 曬命 我完全是非常之好 因為 神功能有 G1 G2 G1是最好的 G2 都接受到 都是叫好的 我是G1 之內 A1 非常非常之好 這個時候要讚一下自己 其他的 膽固醇 這個比較想和大家說 在我 11月底的時候 是做過一次的檢測 那時候我的膽固醇 總膽固醇是6點小的 正常應該是5點2的 所以我是高了1點2的膽固醇 至於好的膽固醇 那時候我反而OK 女性的好膽固醇 應該要高於1.3 我那時候是1.4的 所以 是 蠻好的 那 壞的膽固醇 其實應該是2.6 但是我是4.3 那 金油三支 它是要低於1.7 我是1.6 那就是說 其實 我這麼多一件事 其實是壞膽固醇 不過關的 其他好膽固醇 金油三支 其實都是 低空飛過 那為什麼我想跟大家說呢 就是大家知道我最近都是很乖的 盡量去控制 那 結果體重是減輕了少少的 但是影響的就是 有影響到的膽固醇 我本來壞膽固醇是4.3的 11月尾 但是我現在2月尾去檢查的時候 是3.33 就是說我的壞膽固醇由4.3降到3.33 即是降了1度那麼多 那 目標2.6其實是近很多的 我其實現在是多了0.7多 就不到1度的 那只要他們說只要做多一點運動 即是比現在是做多一點運動 就應該可以壓制它了 但是同樣地 因為都是沒有運動 本身的好膽固醇是低空飛過1.4 都去0.1 即是叫多0.1都是叫多過它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是不合格的 1.23 是差了0.7的 即是那裏要減回0.7 這裏要加回0.7 這樣 所以其實就要做多一點運動 才可以給它上升 至於三支金油 本身是低於1.7的 我上次是1.6 但我今次是0.95 是明顯好了很多 即是說其實 其實我現在自從有糖尿之後 是比以前走多了 以前我平均每一天都是2千多步 那我現在有時候都會吃完飯之後 都會走20分鐘左右 所以變相是走多了路 有時候如果自己精神狀況好的話 其實我會再下班的時候 或是走完街才回家 或是回到家裡再逛超市 不買東西都有 所以現在平均來說 很多時候5千步都一定達到的 我現在好像今天這樣 走完一輪其實都7千二步 比起以前是多了兩三倍的 有時候都過一萬步 但就不多 可能一兩星期才會有一天走過一萬步 但平均每一天都有5千步以上 所以是健康了 當然有這些東西 是不是完全沒事呢 那不是的 我唯一要注意就是 肥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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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然後就是超重超重 因為大家看到我也是胖肥胖的 其實我的腰圍真是 不便透露 但大家都見到肯定過標 看穿是肯定過標 反而血壓其實我有少少超跌的 但是這個並不太重要 它說 ox nc 呈也就有少量的高血壓 其實我所謂的高血壓 就不是大家想的高血壓 上壓130是134, 下壓是80, 我是86 多了一點點, 但這不足以影響 因為我很早起床, 有時候我晚上睡覺 其實就已經去了, 如果我睡好就已經沒事 所以這個就可以無需理會 變相現在有了這份東西, 我就很有底氣 因為其實麻醉科醫生最怕我就是流血不止 你的糖尿未醫好的話, 其實是怕你流血不止 它有一個風險 但現在這樣, 基本上糖尿是低胸過關的 所以其他東西, 我都是很健康的, 除了肥胖之外 肥胖也不是一天三刻 我可以拿著這個數據, 就可以跟我的麻醉科醫生講假 所以我今天心情是大好的 所以也建議大家, 如果大家身邊有些糖尿病患者 真的, 叫他不要困難, 保持著記錄自己的數據 那你就像莎姐那樣, 我現在不用見護士了 護士不會再檢查我這個表 因為以前, 護士就會要你大個血糖機 他看你的數據, 看你有沒有作數 現在他已經是不需要看我這個表 你自己是監管, 監控 也不需要帶個糖尿機給他檢查 所以, 其實如果自己 真是記錄你, 就會看到自己的血糖變化 所以, 如果大家有朋友, 真是有糖尿, 或者自己有的 真是做多一點點, 記錄自己的狀況 因為一有什麼事, 就可以知道發生什麼事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